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上去 上去 上 上去 大家好 我是静雍 这八只现在小状态怎么样 我呀,啊,沒有事,現在已經那個大便成形了,就是因為啥呀,就因為他們肚裡邊有蟲,咱給他去完蟲之後啊,就沒有事了,那有的,有的人就在說,既然你這個,呃,狗生病之後,不去醫院去治療,然後你自己老是琢磨自己治,啊,你說我可能嗎,啊,我要是不給他們治病, 你想想他上一條狗,和我的花錢治病的代價,差距多少,你知道嗎,啊,我必須得要照顧好他們,為啥我的狗應該在,在我的,只要是在我們那,在我家單時間長的狗,他為啥不會去,就這種,不能說不生病,而是病情好了,會很快很快,因為我發現第一時間我會去,那寵物院治療,啊,不要,咱大家不要把這個, 閃電那一回事,強加的所有狗的身上,他這個病情不一樣,那個,那個事已經都過去了,這小狗有什麼毛病,我一眼我都能,大致的,我都能看出來怎麼回事,我必須的,我就知道,我也在去跟寵物院,跟那個寵物醫生,我們那個,那誰,他們就老是去那些,他們溝通,溝通完了之後,有必要去,我們就去了,直接就去了, 沒有必要的話,我們就直接在家裡邊治療,或者是,他給我們出一個方案,這,萬他那方案走,你想想吧,你以前就是拉開,那小狗那麼大點的時候,我們去完,去了寵物院之後,他也是跟你,那個,去說一個方案,再一個就是給大骨開點藥,你去給大骨吃,小狗就沒事了,以前都是那樣去做的, 我們是一點一點,給積累過來的,我也不可能你說的,像你說的那個,你不捨得花錢,就不捨得給狗治病,嗯,治不治,小狗在這呢,你可以隨時來關注,隨時來看,看那小狗什麼,什麼狀態,他們最後的分辨是怎麼回事,啊,一直就是按著人家那個流程去走的,他不是說你,你想的,你不給他看,那小狗,你就完了,馬上,馬上就死了,不是那個事,我是, 我是,還是按我的初心去走,不管狗是發生什麼狀況,我都會拍攝視頻去記錄他們,啊,不像別的,就是有病了之後,就,就是,就是藏著,就不去,不去拍他們,我是有病了之後,我就去拍,這有啥的,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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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奶,你別這個姿勢幹嘛,這啥 好啊,快去,進去,干嘛去,上哪去,走偏了呢 啊,你看看這狀態,你看看,這邊,這邊,吃奶的狀態怎麼樣,昨天扔著,他都不動,不吃,今天你看 哎呀 着急了 咬不住了 你这有一个呢 你吃呗 你会得往底下钻呢 你俩人给抢走了 俩人给抢走了 俩人抢走了 你自己找吧 自己找吧你 他不吃前面那个 嗯 他就给我抢别的你看看 要不就底下还有 看小狗的状态 吃奶的进头 现在已经啥事也没有了 啊 他们那个 你要是虫的话 这不是说一次就把虫子给去干净了 还就得去个两三次才行呢 所以说就是 我们如果要是开那啥 大第一针育苗的之前 至少的给他们去两次虫子 我记得 我记得是他呀 还是谁呀 在我们屋里生产的时候 那是连续就是 驱了五次 五次虫子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驱一次隔一天 他把虫子拉转了 再隔一天就是 那个虫子 那个药再给他打肚里边的时候 又隔了一天又有虫了 我们还得必须给他打 一直到他们就是 那个虫子没有了 我们再驱给他打肚 嗯 所以说这个虫子是 必须要给他们驱的 如果不驱 就是果冻变 或者是那个屎 是别的颜色 但是你抓到手 抓到这个纸 纸上面的时候 你就这样 轻轻的一蹭 就跟胶一样 粘在那上面 那都是只有虫子 然后你又 又得去 去别的虫子 去别的虫子 如果要是 拿起来最后就是 里边全 全是就跟那个芝麻粒一样 就就那种一点一点的 那个也是虫子 你还得给他虫暖 还得还得给你驱 那个驱是驱 驱打驱就是慢慢 用别的药给他驱 他俩怎么回事 他俩刚才在这抢的时候 因为没有奶不吃了 看坐这了 现在他们有奶了 你看人家都吃上了 出去吧 啊 还养不熟 这个情况已经给大家说明了 现在你看他们 呃这个状况是没有事的 咱就是 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请大家放心吧 这小狗是一点事没有 啊 你要不出去溜达一圈 走 走 出去吧 玩一玩 吃完来不担一下 一会就得打架了啊 有 过来 越狱吧 这还没咋吃辅食呢 哈哈 干啥劲呢 以为是开辅食的 嗯 小狗们往往就是在开辅食 或者是去新家 接住外那个别的食物的 新鲜食物 新鲜食物的时候 都容易把这虫子给排下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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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家里 我怕你 会 你 不过你 我怕你 了 我怕你 我怕你 你 你 感谢观看